我们看到今天上午民进党发言人吴珍 在广播节目新闻放鞭炮里面 提到金华晨案 他直接说了北检肯定会起诉 过去呢 我们看到吴珍可以预判 宪法法庭的裁定结果 现在呢 吴珍又能够预判北检一定会起诉 一下子当大法官 一下子又当北检发言人 完美的演绎了执政党的手 可以伸进司法 把大法官跟地检署都当成是 民进党的小弟 赖主席不是才刚训斥过说 比较正经的吗 吴珍现在难道是当耳边风吗 他在节目上更说了 执政归执政 司法归司法 民进党没有办法影响 司法单位独立办案 这根本就是睁眼说瞎话 一边撇清另外一方面 又证称北检肯定会起诉 甚至直接认定 台湾民众党在2028年 将会面临参选公职的死线跟分水岭 这根本就是卫审先判 民进党根本就是想提前 让潜在对手被消灭 心照不宣 吴珍说的话也让赖总统非常难堪 这也间接的说明了 北检在办金华城案 就是政治追杀 最终的目的建制2028年 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政党在民主政治体制当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民进党身为执政党 没有谦卑谦卑再谦卑 吴珍也身为民进党发言人 却不把赖主席丁宁少谈金华城当一回事 反而对在野党的运作指手画脚 拜托吴珍多反思自行 为什么民主进步党 逐渐把台湾带向民主退步的回头路 感谢观看 你体并没有缺乏重点 没有缺乏完美 来您的缺乏重点 您是让权虾 这部分是有机关系的 感谢观看